她是好知道她的處境怎樣改善 她好知道她究竟是最需要些什麼 不過她沒有聲音講 她不知怎樣講 她沒有途徑講 她不習慣講 也都因為不習慣有人聽 不習慣有人去問 所以你突然問她 她才能夠說 哎呀是這樣的 那你就放棄 但是其實她 理內心之外 我們參與組織就是說 我們要下去和她一起去探索 或者去將生活的艱難講出來 整理出來 去知道怎樣的制度改變 可以幫到大家生活上面的改善 其實這個是一個過程 就是所謂我們的組織的過程 當然這個過程還有很多功夫 還可能要怎樣團結我們 大多數 怎樣令到人明白這個處境 這樣 那 不記得第三個問題了 哈哈 她剛剛在唱這首歌 是極少我們可能都要唱的東西 那不如其他講一下回應先 喂喂喂喂 好 呃 很簡單這樣說 一點呢 就是剛才主持呢 就問一個問題 就是她贊成有組織 就是她贊成有組織 但是她同時要問 那我們的社會想像是甚麼呢 我們的社會想像是甚麼呢 我覺得呢 我呢 就以前看過一篇文 就是她那個題目呢 我很喜歡的 就是一個國內的一個知識分子寫 就叫做甚麼呢 叫做 歷史的終結 與全面民主 歷史的終結與全面民主 就是如果說今天 我們的社會想像是甚麼呢 如果說 就是 比較容易些 說呢 我覺得 我就是主張全面的民主 啊 就是有些人說說社會主義 那我當然是 就是我支持啦 但是有些人會說 喂 社會主義不是大陸那一套 那樣 甚至是 社會主義不是金正日那一套 哇 那就是可過了 是不是 就是 那些頭腦搞亂了 就是給現在那些政治制度 但是我想說呢 我們主張全面的民主 全面的民主是甚麼呢 就是呢 政制的民主 要有普選 這個是 就是 一定的 但是除了全面的普選之外 我們還要在這個職場裏面 我們在工作單位裏面呢 我們是要有 就是 最多數的 就是打工者 勞動者 我們是要有話事權 就是這個是社會經濟領域的民主 那我們很多時候呢 我們去遊行的時候呢 很喜歡唱國際歌 是不是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國際歌有一個歌詞呢 是很有意思 他就說呢 勞動者要奪回勞動果實 勞動者要奪回勞動果實 我覺得如果說到 所謂社會經濟領域的民主 我覺得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說 既然大多數的社會財富 不是大多數啊 所有的社會財富 都是由我們打工者 由我們基層勞動者去生產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社會經濟的運轉 就是由少數的大財團來控制呢 他們可以不斷去投資投機 現在搞出個經濟泡沫 全球經濟衰退了 就要我們工人來埋單 好像希臘啊 或者昨天英國這樣 就要我們下層來埋單 這個是絕對不合理 所以我們是需要全面的民主 過去說 我們爭取廢除專制 政治專制就可以了 自由市場或者資本主義 我們不能挑戰的 所謂歷史的終結 我覺得這個都是錯的 這個都是錯的 如果我們真的說全面民主的話 所謂我們專制一定要打破 但是那些所謂自由市場的制度 那些自由市場的理念 說大財團呢要給他盡量發大財 這種說法 我們一定要去挑戰他 如果不是呢 我們基層 我們工人呢 就是沒有一口好吃的了 但是說 剛才朱剛偉就說 喂 我講這些社會想像 我也同意 但是會不會有些曲高惡寡 陳義太公 就是我覺得 不是說任何時候 例如我 支持一個工人的抗爭 或者我 支持一個福利的運動的時候 我一定要講社會願景 一定要講全面民主 這個愚蠢 是不是 不需要這樣 但是我覺得呢 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將那個 宏觀的願景 我們爭取的目標 和我們當前 我們爭取 群眾的組織 我們勞工的組織 勞工的自我組織 街坊的自我組織 基層 弱勢社群的自助組織 這些呢 我們當前的任務 和長遠的任務呢 我覺得是需要結合起來 所以今天 我們在這裏 站在這個立法會 我們主要的目的 我們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反對 這個保守的政制方案 反對有些黨派同流合污 和這個保皇黨 和這個政府 連結在一起 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但是我們同時要說 只是有政制的民主 如果我們基層的力量 是彰顯不到基層的力量 是不可以在社會經濟領域 是有話史權的話呢 很老實講 這一個都不是真正 就是對基層 就是好的一個社會制度 麻煩 我們今天過論壇 從5點半開始到現在 其實已經7點多了 已經超時了 我猜大家其實都很多東西說 還有 是不是有朋友想再說 不如這樣吧 我想 我猜港姐回應完之後呢 我們可能有多一回合 大家其實有什麽 聽完之後 今天 譬如幾位港姐 這麽激情的這個 演講之後呢 其實我們有什麽回應呢 又或者我們其實 對於剛才幾位港姐說 我們除了出來做政治表態以外 其實我們去回日常生活 又或者完了每一次623也好 118也好 或者誰人的處境裏面 我們身邊的人裏面 那麽所以我猜 其實如果大家 對於剛才的港姐 有些有回應的話 我們一陣 給大家回應 那在回應之前呢 我想有個少少的宣傳 就是因爲 其實剛才幾個機構呢 其實都有很多空間呢 可以給一些朋友去參與的 如果有些朋友其實真的想參與 這些組織的話呢 其實真的切身走 其實我相信現場都應該會有些 比較是長輩的人在那裡 其實我有一件事我想請問 究竟當年中共建國的口號 是用什麽來做口號 這件事我真是很想清楚了解 因爲以我所知 中共建黨的口號 是以人民作主 但是相信 我相信到今時今日 經過了這麽多年 大家見到有些什麽呢 我覺得全部都是一個方法 當日118 我們在這裏為立法會 為什麽 反高潮 當年 當時的蔡元村的居民 到最後去讓步 可以說 和政府去商討 以地換地 結果今天我看新聞 我看到些什麽 它在當中 增加了很多不同的關卡 用很多不同的藉口 去欺騙我們 那我相信這個政策 我們還需要相信它什麽呢 它今天說 是說接受我們現在 另外一套的普選途徑 但我相信到最後 我們會得到些什麽呢 是一大堆方法 近期我拜讀了 藝康先生的其中一本小傳 它有一段 我覺得是很精進的 究竟 人需要什麽呢 當人面對這個反抗 或者是一個強權高壓的強權 我們會怎樣去面對自己 去做一個的決定呢 其實最基本有三種 第一種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反抗 反抗著我們要面對的強權革命 第二種是選擇逃避 好像那隻鴕鳥那樣 將頭藏在地上 當看不到 當不關自己的事 他自己在騙自己 第三種人 就是做個順利 我們看一下 我們大陸裏面 還有幾多個人 可以享有到我們現在香港的言論自由 好像劉曉波先生那樣 他為了去建立自己的理想 去為自己的國家 去做任何的改善 去提供一些善意的進鑑 他得到些什麽呢 坐牢 這件事我覺得 以你們今天的論壇講 我們還需要些什麽呢 我們還需要反思 我們究竟是想要一個什麽的政府 我們是否真的 再需要繼續給這些人